我是林冠婷 我是台湾 Jin in Japan 在日本我不能算生活啦 不過來日本最不習慣的一個地方 非常明顯 就是語言啦 就是語言啦 就是我一直會想像說 我之前看過一個小叮噹的卡通 就好像他們吃了一個東西就會發文 所以我就是每次來就很希望我可以吃一個東西 然後就OK跟日本人講話 因為現在還是聽了在 喔お願いします すみません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就是只會這些 然後當然我有在念一點日文 不過你一到日本 你跟便利商店聊天就整個空白了 因為講話實在是太垮了 所以真的最不適應的地方就是 這個語言 真的需要好好學日文 才能跟這邊的人溝通 再深一點點 對 有 我有用過 我有用過 可是就是你知道嗎 溝通 溝通本來就是 要再快一點 就是那個0.1秒都非常的重要 更何況你跟一個人在講話 你要透過一個Google Translate 或者什麼Lingo 慢慢的一句 這樣其實就沒辦法 就是溝通到一個模式 或者那個關係 可能就是非常依賴這個機器 就可能會斷掉 可能如果一兩個東西還好 比如說我要問路 我可以就是用英文 英文問一問 然後用Google Translate 問一個人 他給我答案 就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拜拜 可是這個不是關係 這個只是 我有一個需求 請給我一個答案 謝謝你 拜拜 這個不是關係 所以語言還是非常的重要 才能產生那個關係 我目前在想說 我應該不會到想要去考試或者怎麼樣 但是我目前想 有一個目標就是 今年想要有N5 N5或者樂觀一點 就N4的程度 然後因為我老伯伯已經考到N2 所以他可以幫我查證 我的Level是不是大概N5或N4 我就很滿意了 對 因為就是在台灣也有 也有一段時間是 每天念日文 念個三個總統 對 但是聽說 有看很多語言的YouTuber 那他們說 其實你密集 比如說 一年每天念八個小時 比你七年 每天念一兩個小時還好 對 所以那個密集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現在因為工作關係 可能也只能 每天念個一個小時 然後念個七八年 還是沒辦法流力 但是至少 會好一些吧 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我怎麼學日文 OK 最基本就是買課本 我是念那個 今天沒有帶 就是大家日文 然後他有附一支筆 然後那支筆點下去 他就會念給你聽 然後另外一個軟體 是叫做 Language Reactor Language Reactor 你可以Netflix看日文影片 然後他的 他的翻譯會 不是翻譯 他的日文會出來 對 因為其實 你如果看日文影片 然後你的 subtitle 是用中文 還是用英文的話 你其實就一直看那個中文 或者英文 你沒有在聽日文 然後我看那個 日本內容的方法 就是 聽日文 看日文 然後不會的時候 就暫停 然後那個Language Reactor 他是一個 Extension Chrome的一個Extension 你 點下去這個 不認識的字啊 他才會翻譯給你 所以你一開始只是 在猜 在猜 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透過這些畫面 透過可能 你有一點了解故事 你可以慢慢猜 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 然後把東西連起來 但我覺得 也不能學太難 因為我們 那麼老 開始學語言 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喜歡看的內容 本來就是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的 可是因為我們 我的日文的程度 還是like 幼稚園啊 所以我應該是要看那種 幼稚園的內容 他的level 或者他的身智 比較適合我 但是就覺得說 很無聊 我幹嘛一直看那些 小朋友的東西 什麼麵包超人啊 什麼 因為真的 我的日文就比麵包超人 還低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問題 所以還是要 還是要花時間念課本 雖然課本可能有時候 很無聊 但是要突破那個門檻 才可以看一些 喔這個日本內容 這個宮崎駿的卡通 我就可以看得懂 就可以慢慢去欣賞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就是不透過subtitle 去欣賞宮崎駿的一些卡通 對 哇 我沒有想那麼遠 可是我覺得我 就是今年或者明年 就希望可以有一個 然後 我沒有想那麼清楚耶 我沒有一個 我沒有一個 學日文的一個什麼目標啦 對 對 沒有說 一定要考N1或者什麼樣 對 我會 我當然會有一些 夢想 一些希望 就是希望 日文可以講得跟我的英文 或者跟我的國語一樣好 但是我知道 在這個年紀開始是不太實際的一個想法 或者夢想 那如果實際的話 就如果可以跟一些店員聊聊 就是要點什麼啊 然後帶一些台灣朋友來日本啊 其實就OK啦 對 我覺得 就如果要求自己可以 working relationship 就是跟一個 就是如果你的同事是日本人 然後你可以順暢的用日文跟他工作的話 這個有點太難了 太難了 我覺得應該 應該是沒有辦法 應該是沒有辦法 對 但是一些 嗯 chit chat 小聊一下 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有這個目標 好 日本有什麼地方很值得 很值得 我覺得日本人的一種工作精神 就是要把一個事情完成 然後 感覺說 日本 比如說 這是我做的 這是我做的模型 或者這是我做的這個 杯杯咖啡 我覺得日本人都會想像說 我的簽名在這邊 這就是我做的 所以他不能落魁啦 他們不能隨便做 所以可能有時候 你叫一個日本人做一個事情 他可能會想很久 因為他真的 他要接的話 他就是要 好好努力百分百把它做到地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觀察到這種精神 是非常佩服的 然後台灣可能很多時候 像我們會同時做很多的事 可是同時做很多的事 可能是五樣事 都做的不太好 都做的輕輕拆拆 對 但是我覺得 大部分的日本人 就比較不會那麼精精拆拆 要不然就不要做 要不然就做得很好 像這邊的 技能車司機也好 公車司機啊 都把他們的穿著 內褲帶啊 車子非常的乾淨啊 可能每天或每兩天都會洗啊 所以非常尊重自己在做的事情 對 所以 你的作品就是會簽個名 他們就是有這個態度 這個是非常佩服的 我覺得說 因為我是一個Digital Nomad 就是我其實 因為 我一直需要based in 我需要在台灣公 我需要在台灣接案子 然後 我的觀眾90%都是在台灣 可是幸好 因為他們在台灣啊 然後 台灣人最喜歡的旅遊國家 應該就是日本啊 所以如果我來這邊多拍一些內容啊 應該是觀眾是喜歡的 所以 我每次來 拍日本的東西啊 點閱都相 就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 未來的計畫 工作計畫啊 在日本啊 是非常 就是 open 我可以兩邊跑 對 就是 然後 認識 台灣人 日本啊 我就 可以可能 更多題材 可以去 explore 可以去探索 對 像 其實 這個idea 也是你今天才跟我講的啊 就是 可以去租一個歐機上 這個我們可以 想想看 租一個歐機上 怎麼把它拍成一個題材 然後 我之前就是很想要去看那個 那個 那個 福島啊 或者日本的那個 比較平 比較 街友啊 那些 那些 可是就是 因為我一直是一個觀光客 所以 對 就是不太敢碰這些 議題 對 但是認識了你 可能我們可以一起去 觀察一下 對 我是 覺得很多 台客劇場拍的東西在日本 當然是可以拍 然後又是另外一個觀點 然後又是另外一個 就是不同的社會啊 就是有不同的處理的方法 當然是很好奇 很好奇看有沒有機會拍這些東西 對 但是就是問題就是語言啊 問題就是語言 因為如果說 我們去拍 當然 他在發表他的意見的時候 我也可以想像說 我聽不懂 然後就是需要你翻譯給我 然後那種 溝通就是會有一個 就是 你會不會想說就是 最近很多政治人啊 去什麼G7啊 就是 然後他們都是要透過一個翻譯 才能 聊那種 國家大事啊 對 其實我是 滿懷疑這樣子的溝通方法 會覺得說 會不會有很多東西在翻譯中被失去掉 對 所以我還沒有試過這樣子的 拍台客劇場 就是透過一個翻譯去跟我拍的主角 採訪 我是沒有體驗過 但是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也沒有保 也沒有 Not sure Not sure if it will work 對 可是可以試試看 就 對 對日本是充滿了好奇心 跟 就是很 欣賞日本文化 還有這邊的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 就是幸好有認識到 like 台灣人 in Japan 然後以後我們可以在 日本拍更多的東西 可以更深入去探討日本的文化 那就要靠你了 謝謝 謝謝 お願いします 謝謝 謝謝 好吃 感谢观看